中國經濟雖然在去年底結束清理之後 表現是有所改善的 但是這一波復蘇卻是明顯的失衡 製造業成為拖累經濟的一大絆腳石 這兩條線是中國官方製造業 還有非製造業的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的走勢 低於50代表景氣萎縮 可以看到去年12月防疫解封之前 製造業PMI幾乎都在50以下 主要反應服務業景氣的非製造業 PMI起伏比較大 那麼中國結束了清零之後 製造業還有非製造業的PMI 都是明顯的反彈 但是非製造業PMI的回升幅度比較大 最新4月的數據是56.4 微幅低於3月創下的近12年高點 反觀製造業的PMI 則是意外的跌破了50 象徵景氣是重返了萎縮 雖然中國的服務業 現在看來表現是相當的強勁 但是如果進一步探究 消費數據情況卻不是一片樂觀的 我們以五一廉價中國國內旅遊 相關的數據為例 2021年還有2022年 受到了清理政策影響 旅遊支出跟人次的表現 都是不盡理想的 尤其去年剛好碰上了上海封城 情況更是慘淡 支出要比疫情前的2019年 直接腰斬了 那麼到了今年 隨著防疫措施全面取消 中國五一廉價 國內的旅遊人次是明顯的回溫 比起疫情前要增加了將近兩成這麼多 但是旅遊支出卻沒有同等的成長 增幅連一趴都不到 顯示民眾雖然願意出遊 但是消費的意願卻很低落 對整體的經濟而言 都不是好兆頭 中國過去防疫清零政策 對消費信心造成了陰影 導致五一長假 中國民眾不敢花錢 而在廉價結束之後 新冠肺炎的疫情再度增溫了 廣東東莞的部分地區 居然重啟了核酸檢測 更加深了人民的恐慌 可見習近平雖然宣布 清零結束了 但是新冠疫情對整個中國社會 依然存在著常委效應 一來到檢查站前 民眾馬上主動拉下口罩 張開嘴巴 這是過去三年 中國民眾天天都被經歷的噩夢 但這樣的生活 如今在東莞又重演 因為廣東東莞東城官方 在五號晚上宣布 當地從六號起 將連續八天再度 為當地民眾進行核酸檢測 消息一出嚇壞中國網友 有人第一時間 以為是去年的新聞 而不少人更擔心 這樣搞下去 會不會最後又變成強制封城 我記得昨天世衛組織才剛剛宣布 新冠疫情已經不再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衛生事件 宣告了疫情在全世界範圍內已經結束了 人家世衛組織前腳剛宣布結束 咱們後腳就說要做核酸檢測 也有網友懷疑是不是因為中國政府 又隱瞞疫情 為了振興經濟內需推動五一連假出遊 結果反而造成疫情擴散 但東莞當局的檢視 會重啟核酸檢測 只是要辯明 還要求民眾勿慌 因為沒有強制性 只是這樣的說法 馬上引來質疑 不過也有網友說 五一連假後身邊很多人都確診 還有學校要求染疫的學生隔離 東莞可能是為了滿足這樣的需求 才會提供這樣的便民服務 靜新的陳浩宜 蔡秋滿報導 謝謝大家